最近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 因此冰品业者呢都是绞尽脑汁 想办法要研发出独特的口味 在南投就有业者研发出辣椒刹冰 还有香蒜吐司冰淇淋 要挑战消费者的接受度 粉红色刹冰色彩鲜艳 看起来好可口 你猜猜这是什么口味 辣辣的 辣辣的 还可以 微微辣辣的 可是这算甜甜的 味道很特别 但是如果说想吃辣的话 你猜到了吗 这就是辣椒口味 红色小辣椒 加上晶莹剔透的冰块 搅拌一块就成了 这粉红色的独特辣椒刹冰 创办人是他 30岁的李慧树 从最基本的红豆冰学起 师傅就是他 卖了50年红豆冰的老阿嬷 从洗熬煮到家庭的时间 都有佩服 慢慢会 从冲腾 下去倒倒的糯 糯到那种糖 吃那个黄豆浴肉的时候 黄豆再香 李慧树从道地的红豆冰法 想出辣椒刹冰 还有香蒜吐司夹冰淇淋 这独特的口感 总是吸引年轻人前来挑战 冰淇淋的甜味 然后再加上 香蒜的那种味道 那种感觉起来就非常 奇妙非常好吃 这是我觉得第一次吃过的 感觉非常的赞 创新刷冰接受都如何 由市场评断 不过这冰够搞怪 已经成功创造话题 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